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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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只要它这个是规律的话呢 其实就不太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它的经期是属于三个月来一次 三个月来一次 可是它来的这个期限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量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不太大的问题了 如果说它的经期是来两个星期停两个星期 再来两个星期停两个星期 那么广的话呢 可能它需要再去找医生去检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问题 看过网友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女性常用来解决惊痛的妙招 在饮食治疗师眼里真的有效吗 很多女生当他心痛的时候 就会想到我要去吃甜品吧 甜品呢 其实它只是那种你吃了之后 你心情就会很愉悦 那你心里的这个愉快呢 可以暂时让你的生理的疼痛稍微舒缓一些 巧克力呢 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这个美名小梅 所以它是可以帮助 呃 舒缓这个那个肌肉的收缩跟松脏 所以你就会觉得不那么的痛 可是因为巧克力本身的糖分也比较高 当我们吃入很多的糖分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一个异岛处嘛 可是异岛处分泌太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造成我们身经组织的有一个错乱 所以它会令到你感觉的比较急躁一些 然后可能就会加重你这些其他的一些竞争重用性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舒服精痛的话 可能你可以吃一小片的黑巧克力 那么糖分就不会那么高 而且它有防止到这个不经痛的方面 因为有些女生她在进气的时候她经痛是非常的严重 如果说她没有吃止痛药的话 可能她就没有办法去上班 然后就去上课 止痛药呢 它可以马上给予你这个止痛的效果 可是如果说长期来说的话呢 除此止痛药只能对我们的胃还有我们的这个肾脏呢 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负担 而且止痛药只可以当下给你止痛的效果 又没有根治到你这个精痛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建议呢 要通过这个女士习惯 然后呢 要多做一些这个运动 然后去把自己的身体跟体质调好 其实是一般比如说一些轻微的运动啊 就其实是还是可以的 激烈的运动就不不建议 因为你的裤子是比较紧贴 而且又不透气嘛 如果说你没有很勤劳的去更换你的卫生巾 那么那个精卷呢 可能就会容易造成你的这个下体的一些感染 所以在越视期间呢 可能就说你可以不要选用一些姜汤或者是姜茶 或者是一些黑糖水 这些都是属于可以 帮助我们这个血管控散的会来的比较好 因为这个黑糖水呢 里面它就有这一个盖质还有酶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这个肌肉的收缩跟矿散 然后再来那个黑糖里面呢 还有这个铁子 这样可以补充我们在生理期间的一些消耗 虽然如果你在进气之间呢 你还喝一些比较温热的东西 其实是有帮助舒缓 让你只能也不要进去 要排除四分角的顺畅 白凤丸呢 一般建议就是一个星期一瓶 然后在早上的食用服用 早上的时段服用 因为我们现在 现代人的体质可能比较燥热一些 所以可能是要白凤丸之后呢 会有燥热 就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早上服用的话呢 整个的那个症状会比较好一些 不会是觉得 比如说你晚上吃了发热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睡眠嘛 如果你在早上吃的话呢 那个症状就比较会那么的明显 你是否还有更多的疑问呢 没关系 10月28号播出的Gofi大讲堂 将邀请专家为你现场解答 想知道更多的朋友别错过了